同学们大家好 我们来做这个小朋友要问的这个第三小题 那么我已经把这个相关的角度已经记录上去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里给我们的说明 这个先这个 角二等于角三等于二分之一的角一 也就是说它这里是一个平分的角度 这里是相等的 这里是相等的 然后这一句话呢是说角五等于角六 那么也就是说这里是相等的 它是一个平分角 平分角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里的关系 它叫我们求B珠C 这里是C 这个角度 再加上这个角度会等于多少 根据第一个三角形的基本定理 三个角度加起来会等于180度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个 假设这是X好了 这是X 然后这个就会是2X 那么假设这里是Y 那这里就会是2Y 那这里就会是2Y 有没有了解 我们说这里是X两个相等 那么这里是角一吗 它是一个平分角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60度再加上 把这个地方加起来 这个地方也要加起来 会等于60度 这个是角二不是2X 也就是说也就是说60度再加上4X 然后再加上4Y 会等于180度 会等于180度 所以我们先从有感觉的有线索的地方开始写 那我们就知道这样子的条件 看完这个条件之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小三角形 我们看一下这小三角形 这个小三角形 当然你要看B珠C的三角形也好啦 我们先看B1C 三角形B1C里面 我们发现这个 它是X加Y再加上角B1C 会等于180度 那么X加Y会是30度 再加上角B1C等于180度 所以角B1C呢 就会是等于150度 这样有没有看出来 这个地方已经是150度 已经被我们算出来了 这样会不会了 已经会了对不对 好 两个X再加上两个Y 再加上角B珠C 会等于180度 两个X加Y 再加上角B珠C等于180度 所以呢 角B珠C 就会等于180度 就会等于120度 算出来了哦 我们知道说B珠C是120度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B1C对不对 B1C在这里 150度 这里是120度 这里是120度 因此我们的答案就会是120度 再加上150度 就会等于270度 好 算完了 1C 2C 0 1C 2C 1C 2C 1C 1C 2C 1C 1C 2C 1C 1C